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我也要给他一个对的回应 各自幸福 红柔红前妻要嫁了 现在有蛮合适的对象 台语歌王红柔红上月每开三度 他的前妻43岁陈诗宇 演绎的人生春天咯 我不是因为我前夫已经结了 我才要结 男女常常在一起嘛 一定要有个目标 只是空谈感情 陈诗宇离婚快三年了 日子过得充实 将来推出新专辑 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人 也即将出书 他接受通过这方式透露性恋情 他其实是 就是一个外商公司的 一个部门主管 差不多一年左右 我们本来就只是很普通的朋友 是直到有一次我女儿 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妈咪 如果我以后要结婚的话 我要嫁给像叔叔这样的人 我就突然 他怎么会这样跟我讲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 我的孩子非常喜欢他 对啊 我就开始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问我说我未来的择偶对象 我那时候说得很清楚 就是一定不能大超过我六岁 不能小超过我六岁 然后要180公分 结果他正好就是大我六岁 然后也正好180公分 陈世宇嘉尔在男友天心 日前他驻台南的父亲半夜送急诊 男友陪他开车南下 隔天独自搭高铁的北上工作 分成把冰情稳定后 男友在南下陪他开车回台北 我觉得那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当然实际他有做蛮多的 有一次我女儿在中校复兴站 然后我人好像在内湖还是在哪里 我女儿希望我去接他 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赶到 他就马上真的传简讯给叔叔 叔叔马上问你在哪里 我现在去接你 他就让我们觉得 哇 这是我们的事情 他都放在前面 不过就当陈旭遇恨能又舔离约会时 却狭路相逢 上个礼拜 某一天我忘记哪一天 我跟我的男朋友去看电影 他跟他的太太 带着我们家老大跟老三去看电影 我儿子就马上传一个简讯给我 告诉我说 妈咪 我们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 我就说 没问题的 待会遇到了就say hi 我就先对我前夫介绍说 这个是谁谁谁这样 然后我男朋友就过去跟我前夫握手 洪大哥就跟他太太说 这个是施语 然后我就去跟他的太太握手 我是发自内心的 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我的前夫的婚姻生活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这就够了 所以今年有机会结婚吗 你希望吗 其实我旁边的朋友跟我的孩子 他们都一直在敲边过 陈诗义和洪荣红的三个孩子 都将出外念书 17岁的儿子洪亮考取博克力音乐学院 还深信到奖学金呢 要发到不要趁八月儿子真的出国前弄弄 不可能让儿子就是错过 对对对 一定有在跟你提婚的事情的 其实坦白说提蛮多次的 他很珍惜我 我也要有给他一个对的回应 所以你是在挑婚姿的 没有耶 有没有 如果有赞助的请自己跳出来 如果真的有婚下公司 觉得我的形象不错 我觉得我的身材不错 欢迎你们来找我 不 narcissism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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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